娛樂的中國新聞報導 今天要講我們很多男人的偶像就是鄧少尊 鄧少尊就是森馬斯珍的大兒子 一直以一個不分主義 即是不結婚的行徑 成為很多男人偶像 這次有報導 鄧少尊本身是三個女友 我現在改口就叫做三太 究竟什麼事呢 一個不分主義的男人會不會最終結婚呢 看看這件事多可愛 開始影片前請大家讚好我這段影片 還有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怎樣都可以 還有課金之奇 我對鄧少尊的印象 其實我覺得是挺好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老實說 他們想說ocyエムְes dage 他們是試過 foster 因為薪馬斯真離世了之後 他們是曾經跟親生之間 曾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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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鏟的 曾經跟親生家母親 搞到日日追訪 搞到一連串 陣生怎樣 fod很多這樣的發生 很多傳媒也好,總之是網絡的傳媒也好 鄧少尊就很低調,應該是那個增產案 陳寬落定之後很低調,但是低調得來 那些傳媒就說他那種結婚的狀態 其實他就不是結婚的,他就不是一個結婚的人 他是有三個女朋友,但是不結婚的 一直受到很多男人的羨慕 但是當然有一些很平衡的網民就說 三個女朋友,多是沒用的,最重要是質素 我自己覺得覺得回入閣下沒有所謂 這件事就是關於他第三個女朋友 她說什麼呢? 她說根據報導,她說近年 見鄧少尊大多數都見到陳小姐 抱著鄧少尊就出席這個公開活檔 似乎地位就特別高 早幾晚,鄧少尊就帶同阿三 我叫陳廟慧 好像結過婚的 還是來到婚後 不知道 不知道有個小朋友 接受新城的恐怖在線訪問 大會呢 應該就是 發稿竟然稱呼 這位陳廟慧小姐 直呼她為鄧太太 令人驚訝 陳廟慧也在訪問之中 分享自己一些經歷 鄧少尊更加讚她 令到自己生命更加豐富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這樣 接著我的訪問 那些就不特別說 因為都是恐怖在線的訪問 反而呢 更為網民樽樽落到的就是說 其實鄧少尊 其實過去很多訪問都說 她是不結婚的 她是覺得應該對婚姻沒有信心 我自己聽就聽 對婚姻沒有信心 所以 情果拍拖不結婚 有三個女朋友 這件事當然是為人尊尊樂到 而且說她應該是很有錢的 應該是說 那時候是 辛馬斯珍 是她鄧家 簡直是有錢到 是整個房子整個房子賣 也都說 那時候 鄧家那種有錢法 就是說 因為她是粵劇名令 辛馬斯珍 所以辛馬斯珍本身都是 很有錢的 因為那個年代 唱粵劇 叫做什麼呢 粵劇那些 真的是風山水氣 那當然她是慈善靈人 她是每年 即是在生的時候 每年在都話的時候 都是會 帶頭出來做善事 也都籌到很多款 那這件事呢 就令到她們 即是那個 新家 或者是那個 叫做 叫做 家產 就非常之厲害 那這個 也都是 也都是說 為何鄧家四兄妹 為何去到 最後要跟媽媽爭新家 那這件事當然是 牽涉到很多 恩怨情仇 就不是今天說 其實說是 即是當 真產事件落幕之後 那 鄧少尊其實一直都很低調 那她也都是被外界說 是一拖三的 那一拖三是有三個女朋友 那樣 而三個女朋友 是沒有吵架 沒有投訴的 那樣 那但是 像那個報道所說 那鄧少尊呢 近來都是跟阿三 就出現得多 而這一個呢 也都是在說 鄧少尊呢 也都是 怎麼說呢 即是如果 比在第二個身上 如果比在第二個身上 我們就覺得她是 不應該了 即是說 好像很 很花心啊 很風流 那樣 那但是呢 你又反而 不知道大家覺得不覺得 又覺得 即是叫做鄧少尊就 沒有那些這樣的感覺 即是如果譬如 你作為 男人呢 你又不是說很妒忌 作為女人 你又沒有怎麼譴責她 即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如果跟著網民就說呢 可能她身邊的女人 沒有令到別人欺負人真 即是沒有令到別人覺得是 因為這個鄧少尊是 太過色色或者風流 所以 這個就是在說 真的 真的在說 即是叫做 是否樂而不淫 還是什麼 我都不懂得說 我都不懂得說 但當然我自己覺得 即是如果 即是 因為這個始終都是叫做 一夫一妻仔 香港 如果 即是 如果可以的話 就不要 即是 即是 經常都 即是 即是 叫做 因為其實 其實實際上 她又沒有結婚的 她跟幾個女朋友在一起 那我幾個女朋友又沒有什麼 我都不投訴 那就是OK的 但是 我不知道 如果有些日結婚 那起碼 是不是 會又會另外一個印象 那我不知道 那這件事 即是 沒得說 那但是呢 這個報導就是 即是 即是鄧少尊 就稱她的 三女友做 即是 發稿 叫鄧太 或者是三太 這樣 會不會是一個名份呢 還有 她在訪問之中 都是讚的 陳小姐呢 是 令她生命更加豐盛 即是她其實應該都幾喜歡她 那 我特地 就著這個報導 我都翻查翻譯 畫一些照片 陳小姐都是 即是 即是怎麼說 不是那種 大家 心目中那種 明星那樣的形象 她是一個 比較是 平民婦女的 那樣的形象 還有 她應該是 結過分離過分 還有帶著小朋友的 那 那當然 其實這也不是重不重點 重點 就是說 你喜歡不喜歡她 我自己覺得 即是一個 鄧少尊 那有很多人就不明白 哇 即是 即是不明白 那些網民就說 哇 以鄧少尊的身家 為什麼 三個女朋友 這麼詳情的 也不是說 整天去 去 即是 即是 即是我們俗稱 即是 叫做 玩一下女人 那樣 即是叫做 當然這個我覺得 不是很尊重的說法 但坊間有時候 很多人 即是找些美女 妙齡少女 那她又不是的 我三位女朋友 就是很 穩重的 很成熟的 但是這件事 即是 怎麼說呢 即是 真的 我覺得 鄧少尊 她自己本身是 有一套 愛情的價值觀 而這套 愛情的價值觀 就是 令到大家都覺得 是OK 即是 鄧少尊 是OK 即是起碼覺得 她不是一種 即是她肯負責任 應該這樣說 給別人的一種 感覺 即是說 你多些女朋友 你不是說 經常換話 不是說 幾個月就換一個 你是這三個女朋友 是 那麼多年 在我印象中 有沒有十年 我忘記了了 即是 那麼多年 都是這三位女朋友 好像第三位 是新一些的 總之是 給別人的感覺 是 OK 就是 至少在那個 鄧少尊 那個形象 裡面 是 專一 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 至少在她三個女朋友 就沒有投訴 如果有投訴 又是另外一個 故事 但是 我自己都覺得 這件事 是一種 一個很 很特別 我自己覺得 即是 我忘記了 深夏先生 是不是都有 都有老婆 有幾個 我忘記了 修復 鄧少尊 我做公關手段 尤其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在香港這麼講求 男女平等的社會環境那裡 如果她這樣做 理論上 就是 被人吵 應該是 應該是被人吵 以及被人去 即是被人去 去 說她不對 但是 從來沒有 所以我覺得 是厲害 不是普通的PR手段 是鄧少尊 才做得到 所以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樣 今節 就跟大家說 鄧少尊這件事 今節的娛樂中的新聞報道就是這樣 下一次回來我們繼續